53岁崔佩怡和老公闹离婚。只因丈夫一句指责就是奶,刺中了她,最后丈夫主动带助儿子向她下跪道歉。 以花系列演出超高知名度的崔佩怡,自从嫁给杭吉老公Sam之后,就渐渐淡出戏剧圈了。 与丈夫的感情更是甜蜜到让众人羡慕,但没想到结婚16年后,她竟为了一道数学题跟老公闹离婚。 她老公Sam可说是人人眼中的好好先生,到底是什么原因,可以让双方大闹离婚呢? 当时她帮儿子温惜数学,但遇到一题题目,儿子太固执怎么样也想不通,让他忍不住破口大骂,你是猪啊,怎么都讲不听。 丈夫在一旁听到儿子被责骂,竟反过来一边责怪她,另一边教儿子数学,两人在一来一往的争吵中,丈夫无心的一句质责就是奶,奶孩子是怎么教的,刺中了她的心。 她越想越觉得委屈,丈夫长期到国外工作,平常都是她一人独自照顾孩子,如今却遭受这样的指责,让她委屈地夺门而出。 随后,她哭住传讯息跟丈夫大闹离婚,但没想到丈夫竟立刻回传给她好了啊,离就离,奶仙回来再说。 这一番话吓坏她了,并带着紧张不安的心回到家,没想到竟看到丈夫主动带着儿子向她下跪道歉。 事后丈夫也表示,当初会脱口说出离婚,是因为她看不懂中文,请儿子代言给她听,因此当下拉不下脸,就霸气叫儿子回离婚。 夫妻间有时无心的一句话,真的会刺伤另一半啊,不过幸好事情解决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